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想了一想 方才继续开口道 阿山 你觉得我算是个有本事的人吗 当然啊 这些年要是没有你 秦末寨早就垮了 郑阿山说道 梁炳夫摇了摇头 你错了 其实我呀 不过是终人之子 算不上多有本事 能在秦末寨撑这么久 只是为了负责自己的责任 你也知道 我是年轻的时候从山外来的 我跟你说呀 身外有能力的读书人太多了 就像力恒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有本事的 阿山 我十日无多了 梁大哥 你 不不不 你听我说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知道 力恒是不可能一辈子留在吕梁的 我走之后 终究还是你帮红蹄 管着这个寨子 虽然这几年 我们的日子好了多了 但就像力恒说的 要是女真人真的难下 我们力量首当其冲 未来的日子会有多难过 谁都不知道 阿山 说到底呀 我们自己有本事 才是最要紧的 所以 趁着力恒还在这里 你不仅要好好配合他 还要让大家都跟着他 认真学本事呀 他毕竟老了 脑子已经跟不上了 说到这里 又发了一会儿呆 才接着说道 力恒 是个着眼天下的人 目光长远 格局也大 所以 他做的事 你要多想想 到底是为什么 不仅是你 就像你家石头和丫头这些年轻人 更要跟着好好学 只要他们从力恒身上多学到一心半点 青木寨的未来就多了一分希望 梁大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放心 听明白了老人的意思 郑阿山郑重地点了点头 对老人的称呼也改成了境语 老人笑了笑 还有 我听说 今天寨子里都在传力恒的事 嗯 因为昨晚的事 现在宁公子的名头 已经在寨子里传开了 这是个好机会呀 因为 昨晚林宗吴说的那些话 红蹄都有些不想成亲了 郑阿山愣了愣 啊 这 这怎么行呢 所以 你就要跟大家这么说 李恒在山外 有着自己的事业 红蹄因为怕林宗吴的谣言 影响到他的前程 现在都不想成亲了 咱们青木寨 被外人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 夜色渐浓 韩靖等人还在后山 带着众人做检讨 寨子里各家各户 温暖的灯光 照亮了人们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 离青木寨几里外的一些寨子里 有人定定地望着青木寨所在的方向 他们已经看不到青木寨中的灯光了 但总觉得一股庞大的力量已经在那座身上破壳而出 也不知道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存在 一声狼嚎响起在远山间 雨哗啦啦的下着 青木寨外霍川岭下的山路边搭起了一大派棚子 棚子下摆满了尸体 不过这些尸体生前并非是青木寨的人 霍川岭一阵 鸾三郎 陈振海等人的联军溃败得极快 最后留下了九百多具尸体 方毅阳被杀 鸾三郎被俘 陈振海则狼狈逃窜 消失无踪 几个寨子里的人都吓破了胆 到现在都没有人敢回来收敛同伴的尸身 青木寨众人收敛了自己人的遗体之后 宁义便建议他们把其他人的尸体也简单地收拾一下 至少不要让他们被野狼吃掉 随后青木寨传出消息 让当天参战的各方在三天内前来认领同伴的尸体 青木寨绝不秋后算账 三天后无人认领的尸体将会被集中火化 最后骨灰将被埋在霍川岭 让这些死者的亲人日后也有个吊咽的地方 在大战之后表现自己仁慈的一面 也是展示实力的一种方式 而且霍川岭离青木寨不远 宁义也不希望尸体腐烂后引起瘟疫 当然即便青木寨表现出了善意 敢过来认领尸体的人也还是不多 来的也多是老人和妇女 有的人以为领走尸体需要交钱 还事先备好了财物 不过青木寨的人并没有收 他们就哭哭啼啼地带着尸体离开了 对宁义的这个建议 青木寨的寨主们自然可以理解 但士兵们多少还是有些抗拒 这些人敢打寨子的主意 死了也是活该 就让他们喂狼好了 凭什么还要收敛他们的尸体 不过他们早就养成了服从命令的习惯 得知这是宁义的意思之后 就更是停止了抱怨 不过对于来认领尸体的人们 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而与此同时 许多人正一波一波地冒着大雨 往青木寨赶 这些天想要加入青木寨的人特别多 以至于青木寨的外籍一直人满为患 礼良山上的日子虽然艰苦 但许多年轻人过惯了刀口舔血的日子 就不再适应辛勤劳作 逐渐变得好吃懒做起来 因此虽然青木寨往日也常常招兵买马 但许多人都适应不了寨子里每日艰苦的训练 不是被青木寨淘汰 就是骂骂咧咧地自己离开 不过霍川岭一战之后 前来提出希望加入青木寨的人 一下子多了很多 不过两三天时间 青木寨就招到了一大批 愿意接受训练的轻壮 而此时的青木寨 正洋溢着一股欢快的气氛 霍川岭一战大获全胜 意味着如今青木寨在旅梁已经无人能敌 大家对寨子的未来都充满了期待 然而在一片欢乐中 却还是有一件事让人们耿耿于怀 那就是大当家澄清的问题 强大的敌人已经被轻松地击溃了 就连鸾三郎这样往日不可一世的山贼头子 都在被俘的第二天被斩首示众 但在自家债主的婚事上 人们还是觉得自己被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 觉得不是很痛快 听说大当家因为那个什么林宗吴的谣言 都不愿意成亲了 这怎么成呢 这岂不是真让坏人的奸绩得逞了吗 如今大伙对宁毅这个年轻人都很有好感 他这个人有本事 待人又亲切 那天夜里全赖他阻止了两人继续比武 大当家才没有和林宗吴两败俱伤 听说星木寨这些年发展得这么快 都是因为这个年轻人一直暗中给大家提供帮助 大家能过上好日子 可都得谢谢他 可到头来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 却因为林宗吴这个王八蛋的谣言 没办法和大当家成亲了 听说之前他们都已经在准备办亲事了 这么一想 大家对宁毅都很是同情 对林宗吴就更加痛恨了 不久后雨停了 霍川岭上无人认领的尸体被付诸一具 骨灰被埋在了山坡上 围绕青木寨发生的一系列争端 至此终于告一段落 而宁毅在陪了红蹄三天之后 也终于正式参与到了青木寨的管理中来 这天他通过郑阿栓 召集了寨子里几十个负责各项事务的管理者 一起开会 这些人多半是第一次见到宁毅 据说很多人在出门之前 家里人都交代他们 见到宁毅时要劝他别太难过 要想开一点 这是题外话了 宁毅召开了这次会议 是为了给青木寨未来的发展 定制一个总体规划 由于实际管理者的局限性 以往青木寨的管理和建设 都缺乏长远目光 想到哪儿就干到哪儿 如今许多早期规划的弊端 已经逐渐显现 外籍布局混乱 基础建设严重不足 导致一下雨就污水横流 内寨的居住则拥挤不堪 山腰上却又有许多空地 根本没有开发 这些问题接下来都要统一筹划解决 前期的具体工作 包括对青木寨周边进行大致的测绘 在得到测绘的结果后 再进行整体规划 划出居住区 军事区 农业区 仓库区 等功能的区域 规划排屋和灌溉渠道的建设 以及对防御公事的部署等等 由于这次来开会的管理人员都是些山里人 宁义也不指望他们能够从全局规划的角度理解这一切 因此他将整个规划划分成各个具体的任务 再将与会者分成小组 对各自需要负责的任务进行讨论 宁义与这几十个人一直连续开了三天的会 终于制定出了一份总体规划 这份规划在众人面前描绘出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前景 一个井然有序 生机勃勃 足以容纳两到三万人的青木寨 只要想一想就让人心潮澎湃 不过真正的工作接下来才刚刚开始 宁义让青木寨中的所有工匠 把他们手头上的工作全部拆分成了一个个步骤 把每个步骤需要多少时间 消耗什么物资全部列清楚 然后让专人记录下来 同时他又安排人去统计寨子里 各类物资存放的地点 在这两者的基础上 设计出一套领用、运送、使用物资的流水线流程 尽量减少各个步骤之间衔接的时间 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各项工作的效率 在这套流程正式投入实用后 大家一开始都不太适应 以前大伙干活都干得好好的 怎么现在多了这么多奇怪的规矩啊 不过人们都很尊重宁义 几位寨主又都让大家好好配合 所以他们只是在心里犯嘀咕 也不至于有什么意见 直到半个月后 各项工作都步入了正轨 人们也逐渐适应了新的规矩 这套流程的优势才开始逐渐显现 这次里各项工作的效率都开始明显提升 感受到这一切的人们 对宁义就更加佩服了 一点小改变就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善 外面来的读书人果然就是厉害 此时已经进入了五月 青木寨众人对宁义带过来的一百多名属相 也熟悉了起来 相处得十分融强 双方组织了两次比武 切磋了一下武艺 宁义带过来的工匠在加入工作后 也得到了积极的配合 而宁义本人 此时也得到了青木寨众人的认可 就连一开始不怎么喜欢她的韩静 都已经接纳了她 可以说林宗吴这么一闹 为她融入青木寨 节省了两个月的时间 在一开始的忙碌过后 宁义此时也闲了下来 在她这一个月的指引下 如今青木寨的各项工作都已经走上了正轨 哪怕偶尔还是会出现些小问题 她也不再插手去处理了 毕竟她早晚是要离开的 在此之前必须要让青木寨众人 学会自力更生 红蹄的伤势早就痊愈了 之前宁义忙碌的时候 她就自己待在房间里 宁义组织众人开会的时候 她这个大当家有时也会过去旁听 让大家颇有些不自在 不过她其实只是想要多听宁义说说话 宁义说的每一句话 她都想弄明白其中的含义 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才会端着宵夜或者热水 走到宁义的房间里 和宁义说上几句话 或者和宁义两人 依偎在房间的黑暗里 而病思磨一番 她在这些天里 也一点点地听完了 那个叫神雕侠侣的故事 在宁义承诺不会大操大办之后 红蹄对于两人的婚事 已经不再抗拒了 对她而言 此生所得到过的最宝贵的东西 除了轻木寨如今的安宁以外 或许就要数身边 这个男人的爱情了 有时候两人在黑暗中依偎时 她忍不住会想 哪怕自己真的是宁义的师父 也许也会像故事里的 那个小龙女一样 坚持要嫁给她吧 5月12 在宁义进山20多天后 她与红蹄给红蹄最亲近的几十个人 发了喜帖 由于两人没打算大操大办 所以郑阿川等人几个寨主 只是给寨子里的人发了些肉 说是为了庆祝霍川岭一战大获全胜 但其实整个寨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一天是什么日子 于是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 两人在轻木寨山腰的小院子里成亲了 这一天夜里 寨子里昏乐的气氛持续了许久 宁义走进新房的时候 还能听到房外传来的喧闹之声 身着大红色洗裙 照着红盖头的女子双膝并露坐在床边 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 也不知道已经保持这个姿势做了多久 宁义挑开了盖头 只见女子脸上绽放着动人的笑意 双目中却盈满了泪光 宁义蹲坐在她的身前 握起了她的双手 以后都会是好日子了 房外传来的喧闹之声中 宁义这样说着 女子吸了吸鼻子 我好高兴 终于嫁给你了 宁义闻言温暖地笑了起来 这一夜 人们对这一对新人的祝福 笼罩了这一片大山 而只属于两人的心房里 则溢满了幸福与甜蜜 不久后 这份幸福里又参入了某些 令人羞涩与燥热的气息 这天夜里 这位被退进了衣裙的女宗师 被折腾与欺负了一整夜 然而在某些时刻 床上的男子一边欺负她 一边把她叫做师父 这让她觉得格外羞涩 甚至忍不住要哭出来了 但她又能怎么样呢 自己已经嫁给她了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